现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,很多人都过上了小康的日子,也像人们常说的那样,男人有钱就变坏,女人有钱就变浪,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有错,或许女人比男人的欲望心更强烈一些,他们总是会得到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,即使得到了他们也觉得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心,所以他们总是会想方设法的去涉及别人,从而使自己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。 当他们经历过一段婚姻之后会觉得,刚开始的婚姻会使自己很幸福,但如果随着时间久了,他就会慢慢觉得,现在这段婚姻更不适合自己,他们总是会吃着碗里的,看着锅里的,永远都不能够使自己称心如意。 然而也有很多女人,因为自己的男人不够优秀,从而红杏出墙,做了一些违背道德,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,从而背叛了这段婚姻。 像这种水性洋花的女人,她一辈子都改不了自己的这个毛病,如果你给了她一次机会,同样的她还会在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问题,他们永远都得不到需求,所以他们往往在结过婚的时候,还在遭失目想着外面的男人。 一,图新鲜,即便自己的老公再怎么优秀,再怎么全身心的对她,她也觉得这些都不够,她总是强烈要求自己的男人,要和外面的男人一样,具备着种种很多的好处。 但他们并不知道,其实自己的男人,在为了她改变的同时,就已经使心了。 如果一个女人整天都会无理取闹,从来不会替男人去考虑分担一些,那么这样的女人,男人根本就不会真心的去爱着她。 人与人之间都是需要相互对待的,如果你一味的不去付出,还要求别人对你回报,那么你将是这个社会中的人渣败类。 二,两地分居,很多男人为了想让自己的女人过上幸福的日子,他们往往会由于公司的安排,使自己出差一段时间,然而很多女人耐不住寂寞,在男人出差的这段时间里,他就会去出轨,冲而背叛自己的婚姻,给自己的男人顶上一顶很大的绿帽子。 但他们却不知道,在拼搏的那个男人始终心里想的只有自己一个人,而自己却做了这么大逆不道的事情,他们不想因为自己的丈夫出差而委屈了自己,使自己变得孤单,冷漠,凄凉。 所以他们就会通过一些社交网站去结交一些男人,超使这些男人身上来得到自己的性需要。 三,花花肠子,都说男人是好色之人,其实恰恰女人也是这种类型的,他们总是会因为自己结过婚了, 还对外面的男人朝三暮四,去想他们永远都得不到满足。 也许有的人结过婚之后,起初会变得安分守己,但随着男人由于忙于工作的原因,冲而疏忽了他,他就会觉得这个男人并不爱他了。 他就会变得很冷淡,冲而去招惹一些社会上的男人,从他们身上得到自己的满足。 而且女人在上了年纪之后,他们的性需要非常强烈,他们总会认为自己的男人满足不了自己,冲而去找一些下三滥的男人, 但他们却不知道这类男人只是玩玩你,根本就不会用心的去对待你,真正对待你的人才是那个真正爱的你的男人。 而且像这种类型的女人,他们多半都是天生的,根本就改不了这个毛病,也许他们根本就不适合那个和你过一辈子的女人。 他们只适合在社会当中整天游手好闲,和男人鬼会在一起,如果你遇到了这种类型的女人,千万不要去遭惹她,因为他们总会变本加厉的去要求你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